立法会通过引入的士司机为例寄分制度 违规寄3至10分 蓝收车费拒载属于最严重 寄满15分就要暂停的士牌 预计春年第三季生效 的士服务质素多年备受争议 当局决定引入司机为例寄分制 司机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内11项行为 会寄3至10分 最严重的是蓝收车费 拒载和更改麦标等等 寄10分 斗客、吊泥蚂等属于第二级寄5分 比较轻的寄3分 包括拒发收据等等 两年之内寄满10分或以上 要在指定限期内自己付钱完成改进课程 如果没有遵从可以罚款5000元和监禁一个月 寄满15分会暂时吊销的士牌 初犯3个月再犯每次6个月 在立法会移读辩量的时候有议员支持 也有议员关注会不会造成双重惩罚 既然现行法例已经有严厉的监管 含蓋的罪行比寄分条例所列的更多更广 实在看不到有迫切的需要去实行寄分制度 最终记名表决以68票赞成3票反对13票棄权通过条例草案 会在9个月之后生效 当局会向业界解释 春天也会资讯是否强制在的士家中行车记录仪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谦彼道